有一个人骑自行车 他撞倒了一个行人 骑车的人冲着被撞的人说 哈哈老兄你今天很运气啊 你的运气很好啊 被撞的人呢气得不得了 说你还好意思说 你把我这里腿都撞得像骨折一样 骑车的人说 啊不管怎么说 我认为你的运气不错 因为今天我放假 不然我平时是开大卡车的 我们碰到事情 要告诉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要告诉自己菩萨会保佑我 又躲过了一劫 好心态的人不悲哀啊 所以每天都活在幸福当中的人 他不会被人间所有的事情所控制住的 心态是由自己控制的 心情也是由自己慢慢的改变的 希望我们有一个好心态 因为我们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幸福 因为我们闻到了佛法呀 人间的烦恼 有时候就是仅仅从别人的一句话 人家无心说了一句话 你却有意地接受而伤害自己 别人伤害你一次 你回到家不停地生气 你是伤害自己一百次 学博人要明白 我们人间的烦恼 就像一条毒蛇一样 紧紧地在你心中缠绕着 当你烦恼的时候 你心一动就触动了它 毒蛇就会咬伤你的心 一个人修心 就要修正自己不好的念头 修行就要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 什么叫正知正见呢 台长告诉你们 正知正见 就是每一天要反省自己 我做错了什么 学博的智慧 那是让你拥有理智 一个人做人要有理智 你才不会不讲道理 没有智慧的人 他没有理智 才会拥有业障 所以佛法讲 少智才会少理 所以学博就是让你变得更加的理智 更加的智慧 更加的智慧 这就是人成 积佛成啊 人的贪心啊 会让你失去理智 台长 台长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 有一个亿万富翁过世了 在葬礼上 来了很多的贵宾 其中有一个年轻人 在那里哭得死去活来 很多人一看 以为是这个一般富翁的孩子 很多人就去安慰他 跟他说 孩子啊 想开点吧 过世的是不是你的父亲啊 那个年轻人说 不是 那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啊 我伤心的就是 为什么他不是我的父亲啊 学佛做人要有心态 好的心态 一生平安 开开心心 也是过一年 难过悲伤 也是过一年 快快乐乐 也是一辈子 我们学佛修心 又应该放下一辈子 在康熙年间 贵州巡抚 留英书 告老回乡之后 想用一生的积蓄 为家乡建一座桥 但是子女却反对他 他们说 父亲 你当了一辈子高官 我们没有沾到你一点的光 好不容易盼到您回家了 你却这么不顾我们 留英书很伤心 他觉得自己虽然一生清白 但忽视了对子女的教育 于是 他用尽了毕生的积蓄 历十五年 造了一层大桥 叫玉秀桥 桥修好之后 他对子女说 我之所以用全部的积蓄 修桥 我就是要告诉你们 自己的路 自己走 不要靠父亲的钱 自己的生活 由自己去创造 靠天靠地 不如要靠自己 为了彻底消除孩子们 依赢父母的心态 他以十五两白银 把桥卖给了官府 留英书的所作所为 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子女 他的孩子日后都成为了 国家的动良之财 所以学博人要学会定 任何事情一定要先定下来 记住定才能生出智慧 遇到急事 先沉下心 好好地考虑 不管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孩子多么的顽皮 先定下来 好好地想一想 把事情说清楚 会给别人留下稳重的感觉 你如果不冲动的话 你会让别人增加你的信任度 你如果跟别人讲话 又快又急 又说不清楚 会让别人对你失去信心 因为定能开会 智慧是生命的源泉 学会理解别人 碰到人间一些不如意的小事 我们不激动 我们幽默地把这些事情说完 台长告诉你们 有一个小学的老师 他很幽默 这个顽皮的孩子 每一天写作业 在一个小方格里 把字写到方格外面 这个老师在学校里 跟同学们说 小朋友们 现在我讲一讲小刘同学 小刘同学的字 如果以后能够减减肥的话 我看它会更漂亮 我们做一些善意的提醒 用幽默的话说出来 就不会造成对方的尴尬 我们要懂得 人还会增加彼此的亲密感 要好好地学习做人 人真的是很难做 所以三个字 颠来道去 都说明了人生的艰难 人难做 难做人 做人难 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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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尔